雅各书第二章 我的弟兄们 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 便不可按照外貌待人 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 穿着华美衣服 进你们的会堂去 又有一个穷人 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 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 说请坐在这好位上 又对那穷人说 你站在那里 或坐在我脚凳下面 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 用恶意断定人吗 我亲爱的弟兄们 请听 神岂不是拣选了世上的贫穷人 叫他们在信上负族 并承受他所应许 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国吗 你们反倒羞辱贫穷人 那负族人岂不是欺压你们 拉你们到宫旁去吗 他们不是亵渎你们 所敬奉的尊名吗 经上记得说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全守这至尊的律法 才是好的 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 便是犯罪 被律法定为犯法的 因为 凡遵守全律法的 只在一条上跌倒 他就是犯了重条 原来那说不可奸淫的 也说不可杀人 你就是不奸淫 却杀人 仍是成了犯律法的 你们既然要按 使人自由的律法受审判 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 因为 那不怜悯人的 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 怜悯 原是向审判夸胜 我的弟兄们 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 却没有行为 有什么益处呢 这信心能救他吗 若是弟兄或是姐妹 赤身露体 又缺了日用的饮食 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 平平安安的去吧 愿你们穿得暖 吃得饱 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 这有什么益处呢 这样 信心若没有行为 就是死了 必有人说 你有信心 我有行为 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 指给我看 我便借着我的行为 将我的信心 指给你看 你信神 只有一位 你信得不错 鬼魔也信 却是战精 虚福的人啊 你愿意知道 没有行为的信心 是死的吗 我们的祖宗 亚伯拉罕 把他儿子 以撒陷在坛上 岂不是应行为 称义吗 可见 信心 是与他的行为 并行 而且 信心 应这行为 才得成全 这就应验 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 信神 这就算为 他的义 他又得 称为神的朋友 这样看来 人称义 是应着行为 不是单应着信 妓女 喇合 接待使者 又放他们 从别的路上出去 不也是一样 应行为称义吗 身体 没有灵魂 是死的 信心 没有行为 也是死的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